歡迎收看小熊老師 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今天要來帶大家討論這個很常見的提醒 他說這兩個絕對值解為這樣子 求A跟B 首先第一個切入點當然就是說 一個有等號一個沒等號的這件事情 那他一個有等號一個沒等號在暗示你 這個2是他的啦 然後這個4是他的 那如果你直接把他帶進去 像說2能夠讓他成立去解 也是可以 可是會稍微麻煩一點 我們其實在這裡先稍等一下 先來想像一下 這兩個不等式他結合起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一個是B區間 就是往內收的 一個是往兩側開的 他這一題又更簡單討論一點的 就是說他這一題的兩個夾的都是5 也就是說你這個B區間做出來的時候 我們先做開區間 因為開區間比較好畫 不是說一定要怎麼樣 但是因為這個 應該說移動B區間比較好移動 所以呢 我這個開區間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哪裡到哪裡 但是我知道怎麼樣 這個距離 這段距離一定是10 有沒有 因為他距離中間點各5單位嘛 那我剛才的意思就是說 他的B區間也是5單位 也就是說你在這裡可以想像自己有一個這個方盒子 我這個摸字型跟他一樣寬 可以嗎 所以說他會有幾種可能 那第一種可能當然就是不小心疊在一起 對不對 但是這是最不可能的 這是最不可能的 那另外一種可能呢 如果你把這個方盒子往右移 那你是不是就會得到這樣子 我我把它畫高一點 就是 你是會得到這樣子 對不對 好那注意喔 我們的開區間是時星的 壁區間是空星的 然後 連利記照是而且嘛 所以實際上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你所取得的範圍是這一段喔 所以你應該會取得到一個什麼 你應該會得到一個 他大的上界 就是大的這個界線呢 是沒有等號的 但是他小的這個界線呢 是有等號的 欸不合對不對 所以你就知道說 啊原來啊 其實這個盒子是往左移的 對不對 那這樣子我們是不是就得到一個 一樣喔 要取而且 所以是 上界是有等號 下界是沒有等號的 那 當你討論出來了 是這個圖形的時候 這樣子的話呢 欸 欸這裡是4 這裡是2 OK嗎 其實我們剛剛講到一個重點 什麼重點呢 其實整段是10 我們知道嘛 所以你既然知道這個是4 這個不是應該是14嗎 那這個是14的話 他們的中間 其實就是4加5 應該是9 不是嗎 隔10 他們兩個間隔10是隔很遠的 但是顯然他的那個盒子 只有走一點點 懂我的意思嗎 那所以我的這個 9啊 在這裡 但是因為這個我們不 不開始下手算 你是不會知道的 所以這個畫不準沒有關係 也不會真的影響我們作打啦 也不會真的影響我們作打 就算你這個9畫出來在外面 你知道他就是9就好了 這樣子 然後這個12這個 也是加10 這個2這個也是加10 是12啦 是7 可以嗎 所以其實你這樣就有A A就是 A就是 B區間的中間是7 而負B就是 注意他是負的 因為他是加的 負B是9 所以B是負9 這樣這一題就做出來了 可以嗎 好我們再來看一次 類似的題目 我改了一題 來給大家做做看 這個 收入在作業裡面 X加3 絕對值小A 減1絕對值大於等7 解出來的範圍是負8到B 求這個A到B 那按暫停自己寫一下 在這裡就是說 我們要一樣畫圖來討論 你如果能夠 馬上的判斷出他的圖形 你是長什麼樣子的 那你判斷 剛好有符合這個題目的意思的話 他就是對的 就是你如果有判斷出這個題目的意思 他就是對的 但是你要一定要檢查的很確定 不能說大概就是這樣 那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 要不然的話就是像我這樣子畫幾個圖來找 那我們當然都希望能夠馬上的就看出來 但是就像我剛剛說的 快速而正確的直覺 是建立在反覆的練習 所以說一樣 我們都先畫一個這個開區間 那我們的B區間會跟他有什麼關聯呢 他有可能 坐落在中間 然後都沒碰到 也有可能坐落在 中心在中間這一帶 但是 往兩頭跨 兩頭都跨 他也有可能只有跨在左邊 然後留下這樣 也有可能只有跨在右邊 留下這樣 或者在左邊 但是都就是沒有沒有過來了 或者在右邊 對不對 那以我們這一題來說 因為他要用這個有等號和沒有等號來判別 所以他一定會一個有有等號 我們的話是B區間沒有等號 而且你如果多做幾次 你就會發現怎麼樣 不太可能 不可能是這一個啦 題目不會出這個造型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構成範圍 這個根本無解 那如果是這個連立會有兩段 他會很好認 有可能 但是他就是會形成兩段 對不對 就是我們之前看過那個兩個 這個說什麼 整數總共有12個的那一題 對不對 然後如果是 長這樣子的 或這樣子的 就取這一段跟這一段 那注意一下就是他的這個 開區間是有等號的 然後也不太可能是這兩段 因為 他可能會再需要其他的線索才能分得出 這兩段到底是誰 所以比較有可能就是這三種 然後這個很好認嘛 所以你一旦你只要確定一下他的這個 這個十星空星在前面還是後面 其實就可以判斷了 然後討論完之後 我們知道他應該要長這樣子 然後我們取這個 最後會 最後會變成答案的 是這一段 對不對 然後我們可以把他的這個飆上去 所以我們的答案的底下限是沒有等號的-8 然後我們的上限是B 然後封閉區間的中心我們知道是-3 -3的話呢 然後你又知道他下限是8的話 你就會發現怎麼樣 欸這個範圍我們知道了 是前後個5 所以A是5 所以這也是2 雖然不重要 不過還是寫一下 然後來看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的話 中間點是正1 我知道 然後他 被夾了7 所以其實他根本上我們可以求出來 他的左邊是 正1-7是-6 然後右邊是正1加7是8 然後他的中心點是正1 可以嗎 像這樣子我們就等於把它解出來啦 所以你就可以回答A其實是5 然後B其實是-6 可以嗎 好那我們這兩顆上到這裡